有钱又不等于富有 人生下半场 40岁的我 人生目标竟然大反转 当初我年轻的时候对金钱的信仰 同样180度改变了 令我慢慢都想不到 自己竟然不想发达 先听我说 到底我经历了什么 导致我有这样的转变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事 人真的要到中年 才发现原来有些东西是给钱更加值钱的 有些东西如果缺少了的话 就算户口多10个零都保不上的 希望透过自己真人真事经历 给大家可以带走更重要的东西 看今集 你或者都会同意 原来不用拥有太多东西 你已经可以毫富有的 错过今集 你可能和我以前一模一样 一世追着钱走 像我这样一个星期分三日office 又逃不出这个死循环 那便不好了 小学写我的志愿 一定写过老师 足球员 太空人 现在新潮的就一定写YouTuber 去到中学开始 现实一点点 我的志愿就写发达 或者中六合彩头奖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 You are not alone 我小时候就已经想尽办法赚钱了 只要一年级就卖堂 三年级就画漫画 卖出去 之后四至六年级就卖闪卡 有钱又必定可以换到我想要的东西 当有了想要的东西 一定会开心的 大人就想发达 钱越多加越好 大学的时候 我甚至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我觉得自己按道理 一毕业就应该要高收入 还要很快有八万的财富 因为我在班里面 都算是高财身 会帮我的同班同学去补习 再加上因为家里和自己的原因 一毕业就负债八十万的背景 令我真是很想发达 十八岁我对于钱的概念 只有三个字 就是我应该 我应该要有很多很多钱 才可以趁得起这个学历背景 我应该要有很多很多钱 才可以帮家里还债 整理家里的光环 我应该要有很多很多钱 给我妈去报恩 我应该用四十万买一架宝马 再用四十万去改装 证明给别人看我有钱 如果大家是童年的话 这些的感觉一定非常实在 最后我执行力这么高 当然全部都做完了 威着一段时间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之后 那接着呢 传统智慧说的 钱不是万能 真正令人满足的不是钱 年轻的时候根本听不入耳 又不会信 直至我因为两个女人而改变 而不是我老婆 不好意思 之后是 头两个女人不是而已 他们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是我妈妈 在我回流香港的初期 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和我妈住的 至少关系非常接近 可能我从宝宝开始 他就看着我大 唐牙哥也有很多 但他总是最疼我 我觉得是 但一定的就是 他在心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小时候会想 等我什么时候变得很有钱的时候 一定要孝敬他 他想吃什么我陪他 他想去哪里我又陪他 但是现在经济条件未好 再等等 结果等到我25岁那年 我的确又去陪他 这背景变了老人员 吃的变了老人餐 就是我最专心去赚钱的时间 我最忽略了妈妈的时间 她的健康多何级的变差 糖尿病痴肥神志不清 连正常沟通都做不到 在我疯狂追着钱跑的同时 我离妈妈其实是越来越远 就算现在我户口多了10个零 发财 那又怎样呢 我妈妈一元都用不到 而这东西是不是我妈妈想要的呢 妈妈病情最终恶化 令我认清有些事一定要趁早做 有些事今天一定要改变 而这件事令我改变了对发达的看法 原来我想要的不是一堆数字 而是这些数字给我背后的一种 美好的生活和人际关系 当然了 不是叫我们不赚钱 但是是不是有些事今天一定要做呢 钱用时间和关系 可否一起去做呢 我已经错过了和妈妈相处的时光 如果我不作出改变的话 那下一个必定是我妈妈的了 所以我立定心墙 绝对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研究被动收入 当时起我就不再做补习 保险这类多劳多得工作 转为研究投资 学做资产管理 创业等等 也因为我决定把回加拿大 再提早两年 满足我妈想回加拿大退休的 享福的愿望 我妈要的东西就不是钱 钱可以给她基本的满足感 但是她最需要我陪她的时间 因为这两个女人 我的目标由发达 转为财务自由 从此就像拍张条腰那样 整个人都通了 感觉好像和一个仇人和解了 因为改变了这个目标 扭转了我在40岁之后 对钱和时间的观念 30岁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 30岁前我 我认为自己赚钱是进攻 冲 赶时间 杠杆 30多岁之后 更加着重价值投资 防守 有系统 分散风险 不恶厌 不认识我的人 真是以为我前后两个人 年轻的我 极度渴望钱 不是没有原因的 曾经很穷的人 野心是特别大的 小时候其实我妈是没有钱的 我记得每一天小学 是每一天都见到 小学旁边有一座买饮 卖维他奶的地方 我见到别人喝得 瓶瓶有味 我一次是一次都没有买过 一包给自己喝 我省回来的钱 宁愿买糖 买了糖多些钱 我来抽闪卡 抽完闪卡 我有机会中了一张漂亮的 卖80至100元 我到时大把维他奶饮了 谁不知小鹿就移民了 如果你想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负债80万 可以去看回这集访问的 你就会了解我多少少 我都相信不少人是在负债的 希望这集帮到你 原来我曾经觉得 督串鱼蛋都很奢侈 试过没钱搭车到一个地步 为了提款剩余的70元 都要给20元手续费 才有钱入六八达通搭车回家 由大学开始为了赚快钱 我会做杠杆借妈钱投资 有任何可以快速赚钱工具 都有兴趣 包括加入不同的组 去炒仙股、庄家股、牛熊证 什么都碰过了 也都奶过了 事实证明 越想赚快钱 反而输得更快 记得投资是讲求时机的 如果我们一生想着赚钱 时机把自己放到 你一定很容易在市场 找到你自己认为信号 并且立即买东西投资 错的机会当然大大提升 所以赚钱不是不急 急不来而已 我用了输足八年的时间 亲身体会什么叫财不入急门 还有专注赚认知范围内的钱 虽然走了很多冤枉路 但是这些经历令我成长 心脏更加强大 由26岁开始 我认真接触价值投资 清楚了方向之后再做功课 再用彭博机两年时间 疯狂做back testing 砌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系统 2007年全球股市建订一铺 在iMoney杂志我做了访问 说自己沽了所有股票 2008、2009年见底的时候 都是个人网页 说牛市会重临 升到1920 已经在转YouTube 不止一次做直播 和大家用烟花形容这个大牛市 并且成功避了疫情的跌市 而且也再买回 其实投资策略不是那么简单 最重要第一步 要看经济环境如何 然后就要找到列物 多少钱买和什么时候买 来来去去都是问这几条问题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参加 我们10年财务之后 一小时免负工作坊 你刮一刮这条线 或者下面结 就可以参加到这个训练的了 你发现做到财务之后 是讲求准备了多少东西 并不是讲求幸运会找你多少次 希望你免负工作坊 会帮大家在这么极端 这么畸形的经济下 还可以找到方法 稳定地累积财富 跑赢通胀 跑赢大市 30多岁我 目标已经不是发达 目标是财务之有 和我20岁我几乎是相反的 钱当然重要 但我竟然发现自己没有那么渴望钱 每日起床 第一件事去看看户口还有多少钱 变成看着老婆睡觉的样子 问我妈妈有没有病有没有痛 想不想去喝茶等等 有例如之前 每个周末都担心自己星期一 又要上班 变成之后 想周末和孩子去哪里玩 我的感觉是 当你财务自由之后 你不在乎银行是否多过零 你在乎的是稳定性 如果不稳定的 我一拨清袋 什么都没了 我不是否定钱的重要性 有钱是的确换取到生活上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终归钱是一堆数字的 你不会按一堆钱出来问他 他一定令我们人生达到另一个目标的 当你有能力支付生活上的基本一切 而你再牺牲的时间 牺牲的关系 你户口加一个零 令你的快乐程度来说 有没有很大分别呢 这个金钱观改变 对我来说 简直是mind blowing 钱其实就好像工具箱一样 工具是有用的 但是我们不会说 抱着一堆工具就很开心 舔一下一粒螺丝 舔一下锤子 而是想透过金钱去fix一些东西 建立一些东西 换取一些价值回来的 小时候觉得钱是目的地 原来钱只是带我们去目的地那一架车 当你以为钱就是你的成绩表 原来只是你换取人生各样美好事物的收据 可能大家十几二十岁看通了 我要三十几年才开始看通 说完钱就说了他另一个孖山兄弟 就是时间 而我对这件事刚刚才真的改观 说他们是孖山兄弟 是因为钱和时间一样 都是有限的资源 他们两个甚至长期处于竞争关系 一是用钱买时间 一是就时间编钱 刚才有两个女人打声了我 改变了我对金钱的看法 而今次就是一个大人加四个小朋友 改变了我对时间的终极看法 他们就是我老婆和四个子女 年轻我为了赚钱 90%必定会选择牺牲时间 永远都是把工作排第一 亲力亲为 不安心交给人做 而每晚回家真的已经很晚了 到我老婆习惯了4点凌晨都不会打电话 每天不断循环 把家人的位置排到几后下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同感的 三十七八岁后 当我决定了回流加拿大 我决定把时间花在对我来说 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上 其实我在事业上面可以继续打拼 不过我上面讨论过 钱是重要的 但不是最重要 要拿一个平衡 所以我慢慢淡出 例如我挂了十几年的牌照都随牌 我开始想我每一样在做的细节的牌序 哪一样是令我腾空时间最多 性价比最高的呢 如果我再什么都做了 为了多一点点钱 但没了很多时间的话 我怕我四个子女大过了都不赢得我 赚了钱其中一个大原因 不是为了子女 是为了什么呢 我怕我一天忙到死了的时候 我怕我得不到老婆 和四个小朋友的尊敬 我想有一天我在妇女的时候 我想我家人都记得我和她玩 和她花时间的所有回忆 其实说一说 我大儿子今年已经九岁了 再大几年已经青春期 我青春期也试过了 很快就关门了房门不和我玩了 现在就是和他们建立亲密关系 和她教我们价值观的唯一几年的时间 所以和她去旅行 打球去road trip 现在就要做到尽 除了家人 我都会留下足够时间 让自己专心做自己想做事 打球啊 研究啊 都是我自己的兴趣来的 又可以继续赚钱 又是兴趣何乐而不为呢 而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 就是爸爸妈妈 即是老公老婆 花点时间和老婆过二人世界 虽然是辱麻点 见到家人少 真是我觉得最宝贵的资产 如果你还未衡量时间 对我来说多重要的话 不妨用以下的方法 计算你的时间值多少钱 首先计算自己每个星期 在工作上花了多少时间 包括了正职啊 副业啊 接着计算一下 你每个星期的总收入 同样 包含所有正职啊 副业的收入 再将总收入 除以工作的时数 然后计算到了 每个小时你值多少钱 如果你每周工作40小时 每星期赚6000元的话 那你每个小时就值150元 那做这个练习有没有用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每个小时值150元 那你还会不会去为了一张 可以省30元优惠券 去30个小时上网周围找 Promotion Code呢 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量化到你的时间 帮你衡量到怎样做决定 到底应该呢 选钱还是选时间呢 这些练习我觉得非常之有用 我认为人的一生呢 是分为四种目标的 我们会为了某一个目标未达成呢 会蒙蔽了自己一生想要的东西的 第一个阶段就是金钱 另一个就是时间 第三个阶段就是健康 第四个阶段就是人的真正心灵的目标 时间有限 有兴趣我可以拍多一集 专门讲另两个阶段的 我记得曾经有个mentor 他问我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答了之后 他又问你跟着想要什么呢 我再答了第二次之后 他再问你跟着想要什么呢 我开始就明白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来的 你会证明到 人是很多时候追求着一些 根本别人要我们追求的东西 又或者放弃很多东西 追求一些不是终极的目标 这一集呢 讲话可能有些空泛了 又或者比较年轻的我 依然不会感受到的 给个小练习大家做一下 试试问自己几个问题吧 第一 回顾你上个星期做了什么 包括工作 见过的人 完成过的任务 全部都写出来 第二 在这些做过的事当中 有哪一样东西 令你有最大的回馈 第三 你错过了哪些 其实你自己希望完成的事呢 第四 你做了哪些 其实自己可以拒绝 say no的事呢 第五 如果钱不存在世界上 你会花点时间做什么呢 第六 正经看剧集都问 如果你只剩6个月的命 你会做什么呢 这些自我察觉 好的可以每个星期 小质每个月都可以做一次 问得多 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 最终你知道自己最强的是什么 你自己操盘的投资策略 都因此而有所不同 策略巩固了的时候 也都令到自己的纪律是更加高的 无论过去的路走得如何 记住 每一个经历 都是一个学习和成长机会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自己已经去到哪个阶段呢 A 有时间没钱 B 有钱没时间 C 时间和钱都要了 因为我有被动收入 D 时间和钱两样都没有 E 其他意见 留言告诉我 欢迎大家留言区解释答案 又或者今天不觉得亮 真的有点inspiration呢 答个多谢都可以的了 我就知道大家想听多一些 心灵类别的题材了 今集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影片记得订阅频道 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就会更多人知道这类投资理财的教学 投资不是大学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